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第星期二的梅者一股 轮到Stanley 和你推介的心水股份 Stanley 你好 回顾一下上星期推介的一只不切指示股份 就是88号大昌集团 看期内的表现 很神奇的和大市一模一样的表现 升了0.24% 升了两仙 中午收报在8.25% 看回大市累计是升了62% 而大昌集团 Stanley 建议大家不切指示 而且可以长线地去撤油 买入价格大 抵得太低 8元 目标价11元 看看下一个图表的建议策略 看见期间最低都是去过8.2 又在美林买入 Stanley 怎么做 我习惯的 习惯的 但投资者是否应该高一点去买 但原来我自己不切指示 我都不记得了 我这次这么进取 是啊 太喜欢了 不是 不是 这一只 可不可以叫安全 又不可以说安全 但这一只 即这一间公司本身 它那个业务的性质 和它持有的资产是值钱的 上个星期都和大家有分享过 就是说这些叫二三线 甚至乎三四线的一些地产股 基本上和那个NAV的折氧幅度是大 大昌集团本身 你看看去的折氧幅度不算很多 因为它的NAV是十一个岭 但如果你算起来登酒店 那个三成本的权益的话 公司的NAV都会得到十五个多 所以你可以说 都是一只叫坊间里面 这只比较上是有大智药的股份 还有这一排 就是说是这几天 我想上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开市的市场 是找着追逐这些比较大智药的股份 你见在分床讲座上面 和大家说过 那些金潮羊那些 其实那个价升得很夸张 所以这些股份 虽然有些可惜 买不到 但都会建议大家 百元留下 都还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 Stanley 这两天见到大市 受到入魔的因素 是左右得很厉害 很敏感 你会选择一些 和入魔的关系 或者消息 没有那么敏感的股份 我是觉得 昨天的市场有些亢奋 今天你又回回一些 都正常的 还有我经常都说 入魔是可喜的 不过不入也不需要那么弊 没什么 还有规模太小 帮助不大 但今天选择这些股份 一来博业绩 二来就是 公司比较稳稳稳稳 业务也好 派息也好 比较稳稳 作为长线之选 都可以考虑 还有股价表现上 又不差 哪一只都开股 就是北黑远当 編道752 是 一向都是Stanley的作风 稳稳 但又排息不错 看看公司的业务简介 主要是做一些展览 项目市场推广服务 品牌标识 和视角识别 博物馆主题环境 还有室内装修和零售 会议和展览管理 应该是做展览类型的业务 传重 因为公司本身 可以说业务的范畴 就等于展览一些统筹 例如说 某些大型的主题公园 可能要搞很多的 event 可能做一些宣传推广 都会找北黑远东帮忙 甚至乎一些公司的品牌 可能想做一些推广 例如说多些人认识它的品牌 北黑远东会帮你想想很多计划 如何把品牌推广出去 都会做这些事情 而本身公司在这一行 都叫做老寒专 一会再跟大家讲这些因素 但你可以说 这间公司本身 是一间业务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小数地市的股价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的股份 是的 如果追开Stanley的每家股 对这间公司 应该就不陌生了 再跟大家轻轻看看 2016年的业绩 Stanley刚才就说 可能对未来的业绩有憧憬 但去年那份业绩 其实做得一般 是的 因为营业额那边 其实有个倒退的情况 不过幅度又不算很多 大概1.6% 另外看回公司其他经营的数据 比较平稳 即是你说这间公司 有没有很大的增长 它又不至于是 但它是以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 以股东经济入力为例 公司也有大概8.9%的增长 又我觉得收货 因为这间公司本身 不是一些可以说是大幅度增长的公司 但是胜在就比较安全 嗯 好 但是看看业务分布方面 下个图表都看到 分成它做这么多项目的收入占比 占比最大有74%的展览及项目 市场推广服务 这一部分 其实看到分布日理是跌了4% 第二位占比8.29%的品牌 标识及视角识别 其实看到分布日理 按年来说是大跌26% 是 不过我们见到会议及展览管理 那里 分布日理是大升的 是 为什么业务分别这么大呢 其实你可以说 在上年的表现里面 公司的业绩都可以说 跟以往的时间比 是有些波动的 特别是在品牌标识 和视角识别那一部分 这一部分 一会和大家 逐饭逐饭 再详细做一些解说 但是 如果以上年的时间为例 公司在品牌这一边 的表现是差的 你看到不论是 收入方面跌也好 甚至分布日理也好 增长是有的 比较轻微 而且分布日理的 都比较轻微 但是相反 看回另外的那两份 博物馆 一些主题的装修 或者主题环境这些 凡议业务 以及会议和展览管理方面的业务 虽然那些占比又不算很多 但是似乎的贡献相对比较大 所以公司的业绩 在过去那一年的时间 做得比较稳窄 最主要是那两份的业务 做得比较好的缘故 好 再看地区方面的贡献 下一个图表 我看到业务遍布是世界各地的 Stanley也说他是狠狠 是老航砖 而且是龙头地位 所以各个国家 都会找他们去帮忙去布置 或者品牌标识 占比最多是哪个国家 或者地区 可以说现在是一些大中华地区 都是以内地为主 这个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说 内地市场的发展空间 都是比较大 其次也是在其他亚太区方面的范畴 但你看到网上会有些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欧洲和美国市场 其实那个占比是不算多 那是少的 但其实你说如果全球来计 美国市场的发展空间是大的 不过这一方面 因为本身它们本身 都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 已经全部垄断了 所以公司可能有这种感觉 就比较难去那边打赴这个市场 但这个都可以说是一个潜在发展的机遇 但怎样都好 看回你说去年的时间 似乎在亚洲这边的发展 那个的战备 都可能是有七成以上有多的 嗯 明白 那未来可能在这些地方 都会慢慢有个不错的增长 我们看看下个slide Stanley都说会介绍一下 他们的业务是做成什么 update一下 见到第一个业务 就是展览及项目市场推广方面 年内就为超过800个展览的参展商 和主办单位提供服务 重点项目来看看 包括协助支付宝 开发阿里巴巴Buy Plus VR 形容程式支付工具 提供数码解决方案 新加坡那边 就会见过周年慶典活动 都会找他帮忙 还有哈萨克斯坦 首府有个世博那边 他都会参加兴建的场馆 Stanley可否跟我们说 阿里巴巴Buy加这个VR 是什么来的 其实基本上 因为这个是阿里巴巴本身 一个在支付宝方面 可能一个新的体验 但你怎样能够 可能将这一件事 去叫做令多些的人 去知道 就要靠像你说 不客远东这些公司 帮你做一些推广 而在推广会上面 就类似是可能令到更多的消费者 可以体验到这个 虚拟购物这一样的趣味 都应该成功 因为这个项目 都可以为公司 在上年时间 是一个重点的项目 而另外 你看到新加坡建国的周年庆典 其实不是第一年做的 基本上公司本身 和新加坡政府 都有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 在之前那一年 之前几年的时间 周年庆典的活动 基本上都是由 巴克远东 去帮忙囚犯 而相信在之后的时间 很多新加坡当地的活动 都由巴克远东去做 另外提到 哈萨克斯坦 这个社博会 兴建的场馆 其实在几年之前 这个上海社博会 这个巴克远东 都有很多的场馆 是由他去建造的 而之后 打厚的几个不同地方的 社博会 基本上都有很多 各多国家的场馆 都是由他去兴建的 现在最新 就是哈萨斯坦的首富 就是阿斯塔纳这个社博会 基本上现在 这个当地的政府 那个会场 那个场馆 就是由这个巴克远东去做的 所以都可以说 之后 应该都有不少公司 都可能会有机会 去帮忙 明白 我们再看第二大的业务 就是品牌标签 和视角色别 我想很多人 只看这个业务 其实未必知道他做什么 去年 其实已经完成了 上海迪士尼乐园 提供图像 和标识配套 继续会为国际级的酒店集团 和苏宁等等的零售商户 提供标识解决方案 成功和汽车业的客户维持 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未来预计 今年相关的业务表现 应该有改善的情况 Sandy 其实是什么叫做 一个标识解决方案 其实这个是什么来 最主要就是 在帮一些公司做一些 叫做PR 或者Marketing一些的业务 可能在某些位置 可能突然间有一些地区 可能令人联想到 可能有这些公司 所以以迪士尼为例 看迪士尼当天 即是上了迪士尼 很多一些布置 可以加深一些客户 对迪士尼更深的认识 都可以靠他们一些 计算的做法 不过就是因为 这个业务上年 可能那个倒退幅度 相对比较大 最主要都是因为 很多的业务的范畴 在之前那段时间已经做了 特别是公司也提及到 汽车业的内地方面 有些放缓 都对于这一番业务 有些影响 但是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因为近年来说 都比较多一些 外国众多品牌的汽车 进去里面发展 所以你又如何能够 帮一些公司 比较到Image 甚至乎打响到名堂 都靠这一番业务 所以变相之下 公司也预期到 这个业务 今年的表现 应该做得比较好 明白 主要brand building的工作 第三个业务 其实相对简单一点 就是博物馆主题环境 和室内装修的项目 他做了什么project 都有一些大型的project 两个曼达电影乐园 包括在毛石 和青岛电影乐园 都跟他们签合约 还有就是联营公司 将来参加兴建 拉马九世博物馆 2018年就会完成 这个日历方面 在这一部分的业务 单单在这部分 已经升了差不多七成 未来依然比较乐观 就是博物馆原来这么高利用 又不算高 因为本身公司参与的项目 多很多 刚刚说的这些比较少 但是 如果以公司列出来的 基本上有15个项目 有些大家可能都会听过 就是什么呢 例如说这个 负责会 沙田马场的看台 因为之前没有过那些 马术比赛 都是由这间公司去帮忙 另外像你说威尼斯人 和永宁黄公那边 一些展览馆那些 都有公司去帮忙做的 所以你可以说 公司本身所设计的范畴 其实真的都可以说是相当多 那未来的 可能比较大规模一点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像你说 毛石 青岛这些电影来源的合约 其实不止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叫做广州 一个圆区 有一个设计的合约 公司都是 已经开工了 九月份 会在上年 九月的时间 开始开工 要预期到今年 就会叫做完的 那这个都可以是 今年的年来可以是 入帐 另外都可以说 就是这一份 因为公司都是长时间 去跟很多的 不同的机构去合作 都有一些 差不多的见证力 所以你说 如果当很多的公司 要再找这一类 叫做帮忙的时间 都找回他们 他们先 好明白 再看第四个业务 看看update 就是会议和展览管理 在菲律宾那边 其实都比较多的project 宿武、达玉和马尼拉 就举办一个建材展览会 2017年度分布业务 有一个重要的贡献 还有委派在欧盟东南亚 商业大道计划 提供服务 预料可以继续为这部分 是带来理想增长 刚才都见到这一部分的增长 差不多一倍 是 没错 其实你会看回公司 很有趣 他很多不同的业务 或者刚刚那四番的业务 其实在不同的国家 都会做不同的事 所以都真的可以说 变相 其实有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 公司的业务的多元化 基本上很多地方 不同的地区都会做 第二就是说 可能就着不同的地区 他们的需要 而做不同的合作 例如说 宿母 和建材支撑会的项目 因为 在当地来说 建材支撑会 是一个盛事 很多人都会去参与 所以变相之下 都会为公司 今年 可能过年度 会达来比较大的贡献 另外 欧盟东南亚的商业大道计划 其实是一个 比较延续性 比较长的範疇 你可以说 其实有很多地方 都会续续 都会有这些 叫做 战胆会 管理 所以变相之下 对北黑远东来说 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稳定的收入 是的 我们go through 了四大业务 其实大家都发现 北黑远东 有很多客 那些客人 全部都出名的 例如曼达电影 又例如迪士尼 政府部门 以及帮小博会 去搞会场 所以都见到 第一个你很欣赏 是拥有一个庞大的客户群 有商业又有 政府又有 未来是否都可以继续 长远的合作关系 其实会是 你可以说 因为公司本身 其实在这一行 一来就经验多了 一来就是说 和很多大型企业 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合作关系 因为通常很多的计划 不是真的你想做 就给你做 他都会可能经过很多 叫大家的审核 甚至很多的轮损 才会给你做 但如果你假设 可能已经合作开 而且本身 那个的表现是做得好的话 变成你 在下一年的时间 再找到你的机会 相应都会增加 所以按道理 本身都有 去年参与这么多的计划 变成就是说 有一个很良好的trade card 所以变成之 然后对公司拿一些新的后汇也好 维持新的后汇也好 维持后汇的关系也好 将会相当容易 是的 其实不选他选谁 因为他老航专的地位 1969年已经成立 虽然香港的炒家 未必经常炒这只股份 但1992年已经上市 所以他很有丰富的领导地位 看看下一个图表 其实业务 骗及全球 还有二千多个专才 所以刚才Stanley所说 如果轮选的话 他都有很多优势 这一版本反映 就是说公司本身 都已经在行内 有一个相当之久的历史 而且业务 刚刚都见到 很多不同的地区 他都有参与做的 另外都在很多的奖项里面 其实你会见到 就是叫做行业内 那个的表现 甚至乎我们都相当之重要 所以反映到 因为其实没有 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说 只要你有比较好的 做得比较好的时间 自自然而然 你下一次拿单 之后 拿取行业务 回来的机会 都会自然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都可以说 公司的买点之一 好啊 我们看了 就是Stanley选择的股份 通常都会说 牌息稳定 这间公司 都是牌息很慷慨 还会偶然排一下特别息 看回牌息比率 都有差不多 就是近年 都有六成多楼上 是的 其实牌息比率 都算是稳定地上升 而特别在这两年的时间 因为公司本身 都有排一个特别息的 当然 如果你这样计算 它的税率都是不差的 现在的现价来说 都差不多5厘多 都是一个相当之不错 而且股价都是不断的 叫做字节上升 所以你都真的可以说 这间公司 前景的表现 都是值得大家的憧憬 好啊 不过 Stanley 我看到你今天 就是我跳过一板 就这样透露给大家听 其实你这次是 设置一个止蚀位 为什么你有什么忧心呢 其实最主要是 因为 我想说下一板 有什么风险因素 因为如果你说这个板块 其实很似乎 就是说 那个经济的状况 如果经济真的转弱的话 有机会 可能很多的公司 都会减少一些推广的开支 就是它都可以说 挺肯定的事 所以变相之下 都会对公司的发展 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就是因为 你看到刚刚的时间 很多的业务 都集中在东南亚市场 那边的发展 所以如果那边 假设 外汇有更大的波动的话 都会对公司这方面来说 有一定的影响 明白 所以刚才都说了 Stanley 这次的投资部署 是持一个止涉价 就订了在3元 要止蚀 买入价定在3.25元 五中五的时间 都见到收市的时间 是3.25元 就是订低一点点 目标在3.75元 Stanley 是否又订得太低 这次 应该就不会的 但是公司下个星期 会出这个业绩的了 看看业绩之前 有没有机会 可以说 部署 还有 有时 新目标 不设止蚀价 是有些进取的 但是 我相信你说 怎么也好 按道理 设止蚀价是好一点的 不设定的话 都反映回 其实都有些信心的 真是很优质的估法 明白 多谢Stanley 今天的推介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我和你做新报 刚才说过估法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的 好 多谢 休息一会 再有其他直播节目 我们稍后再见